吉安国中推广课语教学绩效卓越 2月份还发表了东台湾首例的客家桌游多元模组 学生们在准备讨论和研发过程中 不但可以正确念读客家词汇 还了解了客家的传统精神 这次发表的客家桌游是以客家料理 四文四炒为素材 让一起玩的同学都能够深度地认识客家文化 吉安国中积极推广客家教学 在客语新传师游淑梅带领之下 同学们学习客语 活泼有气又充满了创意 去年更开始挑战设计桌游 要让同学们在游戏当中 可以更快速地认识客家精神和文化 也就是在去年12月份 因为学校有在推客语认证 不管是初级中级 都有在结合学生学习的部分 那也因为在很多的题目类型里面 它的题目类型会出现客家的十一柱形 可是后来就发现说 很多的题目 原住民孩子来被客家的认证 很辛苦 那同样的客家的孩子 他如果去学原住民也很辛苦 我就想说是不是用别的方法 在日常的课程里面 而不是针对认证 是平常生活里面就可以让他们 潜移默化里面学到 所以后来跟学生商讨 那刚好校长支持 那黄主任他也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开发一个校队里面的特色 于是就想到桌游 那刚刚好孩子都沉迷在山西的产品 是不是有办法离开手机 然后在桌上玩游戏 而是沉迷式的 我就发现说 奇怪 如果这些孩子 他可以自行研发出自己的桌游的话 可能就是会不一样的心态 去学习我们客家词汇 经过讨论后 同学们决定是以客家料理 四文四炒为素材 设计多属桌游模型 从发想 讨论 研发到实际操作 同学们都获益良多 就是创作 就是需要多一点的丰富想象力 对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挑战 就是你需要念会所有字卡 对 那你希望来玩这个游戏的人 可以有什么收获吗 就是学会更多客家的材料食材 还有一些 就是吃的 就是客家专属的小吃 就是我学到更多客语的食材的念法 食材 所以你自己也懂得懂 对 那这个游戏的设计会是一个挑战吗 蛮难的 因为我们要想它的规则要怎么样 才可以去融合客家的文化 就是可以学到更多客家的文化 然后可以帮助自己更敢去念出客家 更敢开口 对对 在网络游戏盛行的时代中 传统桌游反而能够让学生有新鲜的体验感 吉安国中客创队研发出东台湾首例客家桌游 多元的模组游戏不止关注 要能够熟练客语 连来玩的人也要透过游戏尝试说客语 进而认识客家文化 借了一会见相报道 好 谢谢大家